花花小剧场 哈喽啊,花花妹妹 干啥,有屁快放 小花我现在烦着呢 哎呀呀,我就知道你生气了 哎呀喂,你还知道错了啊 今天玩的可是够happy吧 花妹妹,不要这么小心眼儿嘛 谭爷爷难得来一次北京 你天天和他在一起 我大妈妈儿八百年才能和爷爷见一面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鸡啊 嘿嘿 赶紧回吧 你和谭爷爷今天多干啥了 我寻思着反正你也来不了北京 就把之前给你预定的全巨德烤鸭请谭爷爷吃了 你是不知道啊 现烤的鸭子滋滋冒油 嘎嘎好吃 谭爷爷还说我越来越帅了 嘿嘿嘿 行了,行了 你再说下去 小花我的肺就要炸了 你知道不 今天一早的新闻标题就是 顶流女心本尊被困斧头山 替身霸占热搜一整天 你说吧 我现在的心情能好吗 所以说 我前脚送走了谭爷爷 这不是后脚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吗 你就大人有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 原谅我们吧 再说了 这也不是我们爷爷孙俩的错啊 我跟谭爷爷完全属于无辜躺枪啊 虽然话是这个领 但小花我依旧很受伤 花妹妹 你消消气 我让谭爷爷帮我给你烧了北京的土特产哦 就当给你赔不是了 啥土特产啊 本正是你有钱都买不到的美味佳肴 门大头 咱丑话说前头 小花我现在就是个炮仗 一点就着的那种 你要是敢把北洞的窝窝头冒充土特产送给我 那你就先抚一抚自己的脖子上有几个脑袋瓜子吧 哼哼 这个那个 哎呀呀 花花妹妹 我妈妈人用我的大脑袋发誓 绝不可能是我们北洞的窝窝头 这还差不多 但这并不代表我原谅你了 等我看到土特产之后 满不满意再说吧 现在对你的惩罚是情心流直 以观后笑 花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 宇宙超级无敌第一青春美少女 少生气 气多了就不飘飘了 咱们的兰花花环我飘飘双可就指望你给代言了 无税献殷勤 非奸吉道 就这吧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要是小花我收到的是你们北洞的窝窝头 买清十大酷刑你先了解一下吧 哼哼 再见 哎呀呀 这可如何是好啊 其实 其实我给花妹妹烧去的就是俺们北洞的窝窝头啊 妹妹 110吗 有个穿蓝色功夫的光头老大爷刚出了北洞的门口 赶紧给我拦下来 盼分火急 拦不住是要出雄命的 救命啊 没关系啊 再次